我是赵兆康 陪你回到 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好 宋楚瑜今天登记 那么礼拜一是马英九 五吨椅 那昨天是蔡英文出家权 今天是宋楚瑜 林瑞雄去登记 我们先看一下新闻带 放弃美国合体的证明 秀书放弃美国籍证明文件 宋楚瑜 林瑞雄 总算能大声说 2012我们来了 宋楚瑜和林瑞雄 带领新台湾人服务团队 向台湾人民报道 11月21日 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我 已经没有美国人了 赶在24号登记参选前三天 才拿到证明书 上头盖的日期11月21日 就是林瑞雄放弃美国国籍的时间 左上角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出张 内容指出 林瑞雄依据自愿放弃条款 经过申请已经不具有美国国籍 不过律师提出疑虑 单单这份放弃证明 不见得就是亲民党的救命符 如果国务院完成了之后 一般的手续都是会请 放弃国籍之人到AIT去办理宣示 那宣示日通常就会被认定是完成日 按照程序收到证明后 必须本人亲自到AIT宣示 才算完成放弃手续 少了最后步骤 很可能功亏一亏 如果具有外国国籍的候选人 他必须要放弃国籍 放弃外国国籍完毕之后 登记才会发生效力 所以是以放弃外国国籍手续完成 才能符合这个选办法的一个规定 亲民党回应 林瑞雄早在申请放弃同时 就提前做过宣示动作 参选资格没有问题 不过任地标准 还是在中选会发函 美国国务院后得到了答复 最快12月15号就会有结果 中期末日文王正台北报道 好 那么我们看到林瑞雄说 现在已经没有美国人了 就是说他不是美国人的意思 当然原来大家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他其实是提米以后 过一个礼拜才申请 那他什么时候被 然后9月20号 属于宣布他是副手 9月26号到AIT领表 27号宣示放弃美国籍 取得AIT的证明是 我的确宣示了 然后一直到10月21号 美国国务院才发 放弃证明的文件 那一般认为说其实快了 因为最近不像 宣布委员那个时候 五天就可以拿到 最近比较久 要查这个查 那个查很多了 不过呢 10月21一般被轮还算快 大概两个月不到 那当然了 就是说也有人说了 就是说其实这个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好像他前两天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疑点 那为什么不讲 为什么要说今天 还是说让你们猜 让你们骂 让你们这个 故意在这边搞一个嫌疑 对不对 然后翻盘 另外就是玉木铭 到底什么时候提的 我印象玉木铭 好像也在那个时候提出来 那时间为什么那么巧合 来 陈委员你怎么看 是这样 我首先要讲 那位律师的讲法是错误的 先宣试完了才去办手续 如果要贺存以后叫你来AIT宣誓 是倒过来的 所以那一段就不需要再播了 那这里头那一张 他今天所显示的那一张是失级 其实不是弃级 是失级 你的美国国籍失掉了 那一张是有效的 那一张跟我那一张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林瑞雄的国籍 不再有问题了 虽然中雄会的官僚 对外讲话 就说我们还要查 但是他查不是所以然的 他是真的失去美国国籍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他这一张这个证明里头 有三个日期 九月二十七号宣示 十月十三号 国务院核准了 那为什么到二十一号才给他 他那个康守签名的日期 是十月十三号 一共有多久 十六天 不长耶 十六天不长 对 然后他上面盖的 Approved 是要花给的是十一月二十一号 这个期间有三十九天 为什么脱影 为什么按下不发 有三十九天之长 而且很奇怪的就是玉老 玉主席讲的那一天是礼拜天 那礼拜天 然后登报是礼拜一 但是这里有时差 所以当美国国务院 晓得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在周末 是不上班的 所以他到了二十一号 就他们的礼拜一 立刻 马上发了 这个键马上发了 那二十一号发的时候 是我们的二十二号 所以林瑞雄 在一个文件跑到台北 已经是礼拜二了 所以我觉得他到他手里 恐怕是礼拜三 所以我觉得他有了这一张 才是恐怕是昨天 所以他早先 他都说只有宣誓证明 没有这个东西 黃珊珊也讲说宣誓那一张 跟他今天所嫌这一张 是不太一样的 昨天应该就拿到 他昨天拿到 他反正所以我也不排除 这是为什么 他本来礼拜五要登记的 就提早到礼拜四 那如果是今天礼拜四 要给大家看 他昨天就不需要了 所以今天又各种传言 说是不是老美的阴谋 老美让他故意加快 让他出来搞到国民党的蛋 我觉得这些都是无聊的 我觉得第一 这时间也够长了 加起来是多少 加起来是五十五天 够长 所以也可能刚好要发了 那第二个呢 你说国民党 那个美国国有 因为郁主席这样一讲 他急了 他不愿意搅局 不愿意无端升坡 不愿意里面 如果当时郁主席不讲 那这个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事情 这个难道是因为 郁主席讲了他才敢攻吗 那这个我觉得 站在里面有充分证据 时间很巧合就是了 对 时间巧合 但是没有充分证据之前 我排除这个壳 我想起礼拜二 我在上你节目前 我有透露说 亲民党已经说 这个国际这边拿到 但我没有讲那么清楚 因为我在上你节目前 突然有一个亲民党人士 打 途中打电话给我 他让我知道 我现在在恍然大悟 原来我讲 我敢这样推 就是礼拜二拿到了 礼拜二白天拿到这个 林瑞雄拿到了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 我再读一本书 这本书叫CIA 六十年历史 因为最近CIA 档案 三十年事情 都全部解密 他包括谈到 台湾的张先毅事件 但这本书有个重点 就是说 美国有驻外单位 比如说大使馆 那是表面的 每个地方 都有个CIA 比如台北站 或北京站 他都立即处理问题 换句话说 哪怕他AIT 什么礼拜天 礼拜六 你看这个礼拜 是感恩节 再几个礼拜 就是圣诞节 美国是整个礼拜 感恩节就是今天 美国人是这个礼拜 都不上班的 在美国是如此 但是 你不要是AIT 他CIA台北站 都要把这个情况 立即汇报为 CIA 马上到白宫的 总统要出来 我就说 显然这个事就是 利等可取 以前我们照相利等可取 就快速通关了 就说 表示美国发现了 这问题严重 他不愿意躺台湾 这个内部分水 赶快把林瑞雄的 国籍解除水平 赶快划下来 他就没事了 如果你想想看 美国要脱脱脱脱脱脱 又是感恩节 这个礼拜是没有人上班的 再拖到圣诞节 要拖下去 等于是美国 把台湾内部的 头脱脱脱脱脱脱 抱来自己处理了 所以他快速处理 所以如果 你看这个CIA的 恍然大悟 我刚好在看这本书 不管怎么样 就说显然 美国在这一次 对三党是中立的 那是你们决定 其实美国都会讲 但他可能会有 暗注我不知道 暗注 因为这本书里面 都是几千万美金 譬如意大利 巴拉圭 都是有 但是至少 显示这一次 他是对三党保持中立 希望不要捡进来 那很清楚 美国很有意思 他10月13号 其实就已经内部核准 他这个流通不发 那当然郁慕明 郁主席刚好很巧 在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 但至少你看 他也知道说 你们台湾是21号到25号登记 他就给你21号 给你这个发表 就是核准了 领事13号 10月13号签了 但是21号核准 核准是台湾登记那天 这日期实在都很巧 对 我觉得因为从过去 美国在处理这方面的态度的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子的高度的 刚好跟我们国内政治的吻合 所以我觉得 其实说怀疑美方在这上面 其实在行政程序上面 希望不要因为他的介入 然后来导致我们的选举上面的混乱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还是揣测 而且永远不会有答案 除非他到哪一天他解密的时候 不太知道说 原来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否则的话 我觉得美国在这里面 相当程度的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如果说这个林瑞雄 他真的是礼拜二的时候 他就确实拿到这个证明的文件 我觉得亲民党 我觉得宋主席他们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 真的很无聊 干嘛这样故弄玄虚 你拿到了就请这个黄珊珊 出来开记者会 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不这样子做 君子坦荡荡 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这样子遮遮掩掩的 然后还要这样子故作这个神秘 然后一副这种好像说 外面现在有任何的这个质疑呢 都是有各种阴谋在里面 我觉得宋主席这种决策风格 这种决策人格 真的很奇怪 在这个联署期间的时候 遇到了这个阻碍 就说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然后呢现在这个有关于 林瑞雄到底有没有放弃国籍这个事情 任由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评论 他不觉得他应该早一点 在他拿到了这个证明了之后 就跟他的选民跟他的支持者 做个很清楚的交代吗 我觉得宋先生很奇怪 在这些事情上面玩这种 玩这种小手段 他要他就是除了在耍弄大家以外 他要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他今天跟这个他说 特别要像另外一位政党的负责人 希望你也负起责任来 公开向你那种道歉 你的长官 那是你的长官 我觉得是 我们易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无欠可道 他讲了 但是无欠可道嘛 为什么要道歉 各位刚才的推论 有一半搞不好是因为 易子熙的这个质型 加速美国赶快花 他昨天有讲 他前天在这边讲 搞不好帮了他这样 搞不好帮了他 所以假如真的是 他说他是善意的 13号就晃着不能动 然后看到21号报纸登出来了 加速给了 当然要感谢老毅都来不及了 还有什么道歉的呢 第二个还真是无聊 所以老毅应该跟老宋说 你应该感谢我 你应该感谢我 到底他要跟他道歉 还要跟他感谢 你今天去登记 没有这一张 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政治可以用惯例 可是我们大家参加过选举 选举是看书面文件 审查 你吹牛说 我是宇宙大学的超级博士 有没有 你吹牛没有关系 你就是拿那一张出来 只要那一张拿出来 哪怕他是一个野鸡大学 但是只要没有认定是野鸡 还是照你登 就是这样子 他是看书面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的书面才能够顺利去登 我想这个质疑是正切的 这质疑也是有效的 但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几天 还有好几个上去辩护的人 说到我们先制就可以了 其他的那都是美国的问题 这个政府不要这样来打 有的没关一段 我来说一堆一堆 一堆堂去送去送盘 那些人知道了 还故意这样胡说 或者人家手上已经拿到了 他不知道 还在那里喊位 那小孩还检查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 我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 有就像乃军讲的 早一点拿出来 没好几个 大家不用讨论 两三天这有的没有的事情 而且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 李俊倩 不会觉得自己很猪头吗 他也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跳进来 就跟着 就帮着清明党 就去骂国民党说 这个依照我们的了解 只要宣誓就可以了 就生效了 如果说这样子还不行的话 那就是国民党在背后搞鬼 这不是流点 这真是太扯了 一般来说 我问过很专利的 这方面的律师 他说从宣誓到取得 所谓的积极文件 大概是平均一个位到 两个位左右 很少超过两个位 也很少比一个位来快 所以林瑞雄先生的取得的速度 并不算是特别的慢 什么特别慢 那只是说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有很多是把这个抓住 这个议题来讨论 也关心说国籍问题 也关心林瑞雄先生的参选资格 那我想今天他把它拿出来 就是真相大白 像我过去讲的就是说 你要证明林瑞雄还有美国人 必须政府提出主动的证明 他不是美国人 要不然他如果自己认为 他不是美国人的话 你还很难去 反面去证明 所以也祝福了 林瑞雄先生 顺利取得契机证明 使得这个争论消失于无形 这算是即使语 登记就拿到 我补充一下 这不见得是即使 不见得 因为他今天出现 当然最好 就杜悠悠之口 但是其实只要在12月15号以前 出现就好了 那因为如果 但是如果那天才出现 我们又要谈好几天 这个我们看这个是 Certificate of loss of nationa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那就是失去美国国籍的证明 这样省委员讲的是 11月21号 Approved 被核准通过的 那另外呢 13号 这里 10月13号 那他的一个 Council of Officer 就是领事官 签名 文志雄怎么看这个事情 坦白讲 讨论这个真的蛮无聊的 已经讨论了 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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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礼拜四 但是无聊的始作俑者是谁 就是说这个事情 这事情或许 或许人家 美国人家觉得说 到时候自然会给你 那么大家也觉得说宣誓 已经公开正式的场合 宣誓放弃美国籍了 大概这样的手续 不会有什么被质疑 大家想到过去马英九 马英九都可以讲 绿卡自动生效 自动失效 那样的一个情况 在台湾 吵了半天 其实美国也没讲话 但这一次 我在想搞不好 因为是 因为是这个郁主席 讲出来之后 人家只好 人家只好说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变成是美国这边的责任 然后人家才赶快 这个赶工拿出来 都有可能 所以 我是觉得 这中间你不要讲 民进党是猪头 谁最猪头 我觉得谁把这个事情 搞成这样 这个大家 应该心里有数 不 我觉得其实 郁主席提那个问题 是合理的 因为这个 就这个林瑞雄 他在参选了 就宣布要参选了之后 然后他去做这个放弃 放弃国籍 然后这个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进度是如何 而且依据我们的总统 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事实上他的那个规定 对他那个规定里面 讲得很清楚 他必须要在登记的时候 他其实就应该 要失去美国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郁主席他在这个 记者的询问之下 在提的时候 提出来这个质疑 我觉得是合理的嘛 那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不太了解 就是宋仙他在 已经确定的知道 林瑞雄拿到了之后 为什么不赶快要求 这个授权这个黄珊珊 律师对外面说清楚 因为事实上 从黄律师在礼拜一 在面对这个 郁主席的询问的时候 黄律师的讲法 也是不对的 他是说 宣示的那一天 就已经是失效了 这显然不是嘛 如果说依照这个 发出来的证明来讲 第一个 他确实要有 国务委员的这样一个证明 第二个 他是9月27号去宣示 他10月13号 他才同意他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真的是可以看到 一个决策者 他在处理 这些问题上面的态度 所以中心还认为说 CIA看到这个情况 赶快通报美国 赶快 你不要排除 我建议各位看一看 因为你要知道 美国的大使 外交系统一回事 他背后还有一个 情治系统一回事 就完全 我更加相信这个事 因为这个解密东西 最准的 当然他没有谈这个事 但是也许在两三年 那个危机解密透露 也许就把解密 这个阿桑杰那位 他祖先台湾人阿桑杰 义主席 我觉得他有质疑的权利 对不对 政党政治我认为质疑 但是他前天也坐在这里 我也认为他提 好心提醒 的确看结果是好心提醒 我觉得导致 就是亲民党专专监委 跟义主席 谢谢那表现风范 不要道歉 谢谢这样子 到底要道歉还是道歉 谢谢啦 这个表现风范 第三 我说过了 义主席 难道只是为 考虑这个马霍送吗 他考虑他新党 这叫梦拉减西口 替自己的政党票吹票 对不对 他上次是3.9 再加1.1就5 你看他今天 把那个 他们三位的 都吹出来了 对不对 他们那个新党的 六个 至少他们希望至少拼两件 所以这里面 有他的 可以质疑 有好心提醒 也不要忘了 他在催他自己 新党的那个门槛 对啊 今天这个宋楚瑜 跟林卫雄去登记了 那这个 我们刚刚接到一个新闻稿 宋楚瑜下午 已经到 独自前往桃园池湖 头疗 夜灵 追思 先总统蒋公 与顾总统蒋经国 宋楚瑜说 他不忘经国先生的教诲 并宣誓 会努力找回金国先生的遗风 老陈 老陈 都要去 当时我就在想说 他会怎样 管他去了 你觉得这个有票吗 还是没票 我知道 我觉得让以前的支持者 跟泛兰里头 现在还支持他的人 会感到非常的错愕 因为有很多人 劝宋楚瑜去跟他讲 如果你的参选 让马洛选 害马洛选 你将来怎么去面对金国先生 有人这样劝他 劝他这样劝 所以我在想说 他是不是就用这个来说 我就先跟他报告 你以你了解金国先生的智慧 假定天上有灵 你觉得他今天会 站起来说 不不不 还说非常好 good boy 只有你才能够传承 你觉得金国先生 是哪一样的金国先生 你觉得会怎样 我怎么 你才了解他 我怎么不了解他 我也不了解他 我以为你们是同一系统 我也不了解他 我是旁观者 我认为他去慈福跟投僚 是应该是抢 泛兰的神主派 能抢到吗 我再要问你们 我不知道 因为我坦白讲 我不是国亲两党 而且今天不要忘了 今天是国民党党庆 今天不是国民党党庆吗 我不知道 今天 今天我看电视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不知道今天是国民党 我看到今天马总统去 我才知道10月24号是国民党党庆 还有10月10号 宋主席也到国庆那个场合去 11月12号他也到国务纪念馆 这里面显示 虽然宋说他跨越蓝绿 他这样讲 但是坦白讲 他主要的还是在抢这个泛兰票 所以我再引述今天 我不知道哪个客家到 宋主席的票里面有六四分 六成是泛兰的票 四成是蔡英文的票 其实他也许是讲客家地区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之后 更不要忘了 我看到今天傅雪盆 放在亲民党不分区立委第三名 那等于抢你那个 陶竹苗的客家票 如果国民党没有好好处理好的话 马英九在客家去 可能要变老三 小三 不要低估这一点 但不要不要低估 我觉得不要讲不会 我跟你说 你们宁愿 我不知道你不是国民党 你要料敌从宽 今天傅雪盆放第三位 不是来抢客家票吗 再明显不过 我比较好奇的是 今天这个日子 这个宋先将去了之后 看在这个原本 原本就是根据亲民党的说法 有很多绿的不是要支持宋主瑜吗 那看到他登记了之后的 第一件事情是去跟梁蒋 然后去叶林 他们的心中作何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 明年1月13号 就1月13号是蒋经国的忌日 然后呢1月14号是投票日 1月13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宋楚瑜 他依然是参选到底 而且如果说马英九跟蔡英文 两个人的民调 依然还是在焦灼 虽然那个时候民调 没有办法公布 我们不知道了 就选情还是焦灼的情形之下 他那个时候去投聊叶林的时候 他要跟经国先生说什么 你觉得1月13号他会去 一定会去的啊 好 这点请问这个 这个姚文志兄 你们从民进党的角度看 宋楚瑜今天跑到 投聊 跑到这个慈虎 你们怎么看 也是一个无聊的话题 如果今天真的是国民党党庆 这马英九 马英九就不对了 对不对 今天这个神主牌 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 国民党党庆 今天真的是国民党党庆 那你看糟糕了 今天国民党党庆 马英九竟然 竟然不到这个慈虎 跟投聊去叶林 今天是感恩节吧 感恩节 刚好都拍了一节 那不过我觉得宋楚瑜的票 宋楚瑜的票大概是这个泛澜 然后对马英九施政无能 不满 就是说对台湾的内部的问题 民生的问题 那马英九整个很多决策 还有整个他们的团队 甚至有些这个整个政治资源的分配的问题 这部分多 所以其实那有一部分的人 也不会像乃金所担心的了 这深绿的人 其实有的人觉得说好啊 你去抢马英九的票 那但是深绿的人 最后不会支持宋楚瑜 顶多是一些浅绿 那这些浅绿 或者说对部分的蓝军 这里面其实6比4 这个很多民调里面是显示 不是只有客家大佬 要再讲 6比4 就是说在宋的这个比例里面 可以分析出 拿到蓝的票大概是6 拿到绿的票 可能投蔡英文的票 或许不能讲绿 有可能是6比4 那所以宋要去巩固 这个泛澜的神组牌 那么到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也是很合理 那绿票会跑掉 绿的票会跑掉 会不会 6比4的4 4会跑变成1或2 深绿的票本来就不在这里 淺绿的票其实不在乎 要不然他就不叫淺绿 好 那就是说今天他去看了 梁蒋 梁蒋 如果蒋经果 刚刚老陈问了一个很好问题 蒋经果如果真的天上有之的话 会鼓励宋楚瑜还是骂他 来 郑英雄 你是搞什么 害马英九落选什么 还是说太好了 太好了 你会当选 马英九会落选 我担任过马英九 联赞跟宋楚瑜的发言人 都没有担任过蒋经果的发言人 今天11月24号 的确是国民党的党庆 因为国民党是以创党时候的 新中会诞生的日子 作为党庆的日子 但是不是 我们是每隔一段时间庆祝一次 不是每一年都大肆庆祝 那因为国民党是谁创立的 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 所以马总统 当然要去国库经验馆 向国库表示敬意 因为国民党并不是蒋经果先生创立 要向创立者表示致敬 那这个宋先生去向那个蒋先生 表示敬意 也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 因为他是蒋经果先生 一手拉拔出来的 他如果要参选 跟他做个报告也是应该的 但是在政治的这个选举的战术上 也有他的功用 他第一个功用就是说 因为过去他一直被犯男认为 他接近李登辉 那的确他接近李登辉 是可以巩固某一部分 綠的支持他的选票 多多少少因为接近李登辉 化解跟李登辉恩怨 使绿的选票 可以支持一部分给他 那另外那蓝的部分 要取得某一些蓝的支持者的谅解 那同时也可以的确 因为有一部分蓝的人 他为什么对马英九有意见 他因为觉得马英九 好像对绿的政治人物太好了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对马英九有点反弹 所以他希望借着说 去向蒋经国表示建议 甚至于来巩固蓝的这部分的选票 在投票的时候 不要跑掉 不要使得所谓的 气送宝马的力道太强 是有他政治战术上的考虑 没有什么 到底蒋经国会 鼓励送还是骂他 像这样子 蒋经国地下老师 起来 绝对不能说 讚啦送的去算 不要啦 你不用烦恼 那是说 我们没办法替他说的 那真的地下老师 起来 百两个要给你 你去做什么 对吧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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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今天呢 他的嫌棋应该是这样子 口号叫做超越难力 行动呢 是拥抱深蓝 目标呢 是累劫泛蓝 就是这样子 说整部 找整部 就是这几行而已 发到手上全部 什么超越难力 结果 偷偷走去 偷了到去吃午 干嘛 拥抱深蓝 那建筑餐浅 就是累劫泛蓝 生蓝 最后呢 是累劫泛蓝 所以 连沉水扁都赞成了 说赞啊 爽的你这样真的有赞啊 本土政策要接近就靠你了 你看 这个时候蒋经国地下老师 会起来鼓励他 或者百两个要给他 自己回去想看看 这个其实 马英九跟宋楚瑜 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们是 蒋经国前后任的秘书 那我觉得蒋经国 他在对待宋楚瑜 和在对待马英九上面 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这个马英九 这点让我想起来 孙中山死了以后 汪精卫跟蒋中正都在争 其实都是蒋 就是孙中山很重视的 两个左右手 好像现在 梁蒋马跟宋 好像又在争 有这个味道 就是说这个 宋楚瑜 他在蒋经国身边的 这个角色 比如说他让他去当 新闻局副局长 新闻局局长 然后文工会主任 其实那个部分的角色 在这种杀伐的气上面 其实是比较浓的 特别是在文工会主任 这个角色里面 你再去控制媒体这个部分 可是在对待这个 在对待马英九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是政策性的东西比较多 有一些比较高度冲突的 这些的部分 他其实并没有让当时作为 这个国民党副民主长的 马英九来去处理 反而是比较重大的一些 像比如说开放大陆探亲 这个政策 就是蒋经国交给这个 马英九去执行跟完成的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像这个 国代就是有关于 这个万年国会这个问题 他当时也有叫这个马英九去查 就是说到底政府在签台了之后 有没有任何的一项宣布 就是对于说有关于大陆上面 这个民意代表 或什么这些 他的意思就是要去确认一下 他就说如果在这个当时政府 没有任何的宣布的话 其实在未来的改选上面的 这个铺路来说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当时心里面 已经有这样想法 之后来来不及完成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他在看待宋楚瑜 跟这个马英九的时候 心里头对他们 有一些不同的评价 可是你说疼惜他们 然后带领他们那个心意 是一样的 我觉得如果说蒋经国还在的话 看到今天这个这样的一个场面 他当然是不可能去鼓励 这个宋楚瑜 可是我觉得他会如何来处理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再回来